我先把材料拔出來 秋分都已經到了 秋分是二十四節氣之一 每年的9月23日的前後 太陽到達黃京180度時開始 就是農曆的八月中 解清秋分 分者中間也 始當九十日之伴 故為分 分就是伴 這是秋季九十天的中間分點 媽媽買這個淮山花的煲湯 現在是 六十元 買兩件八折 這些挺漂亮的 可不可以混合這些嗎 姐姐 可以呀 大家黃生有八折 哦 這樣 有大有小 淮山 冬菇 那些高年有都可以 雙蓮植花又可以 哦 知道 即是六十元八折 買兩包即是四十八而已 你看到那個淮山折長是四十八元 七十五元八折就變了六十元 哦 這些108元有兩樣東西 都可以呀 讓我買回去 健肥的嘛 先買回去煲湯 這個好 多餘屋的人呢 煲多些淮山也適合的 哦 那好 好 買這兩個 有八折 好 買兩個 大家也有八折 好 好 好 謝謝 姐姐 最重要是這個價錢 是 OK 冬菇我丟進去煲 我以為炆都可以呀 有炆都可以呀 其實我吃過這隻好多次 你下天的冬菇、折瓜、雞骨湯就好 放一些淮山 好 謝謝姐姐 放一些毛花果有潤勢 我今次煲新鮮毛花果 即是煲過土耳其 丟幾個 我有好多 是 很快 OK 謝謝 謝謝 我是月主月好 大家好 片頭都大家看到了 秋冰的意思 原來在納秋已經走了一半 即是秋天已經走了一半 今年的天氣的確反常 到現在都是熱的 不過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天氣開始慢慢涼了 很多中醫都建議 要煲一些潤肺養蔭的湯水 而增強肺的功能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淮山腰果桃膠無花果湯 大家都見到我去買淮山了 姐姐說 一口不知六十元 如果買多樣東西就還有八折了 那好吧 我就買了冬菇了 兩樣東西加起來就有八折了 淮山有叫山藥 它含有黏蛋白的 有助補肺補皮和養胃的 所以肺部有足夠的滋潤就可以止咳了 潤腸通便 當人體的水份增加 皮膚還有光澤 我還加了一些蓮子 其實蓮子含有維生素CB 這些營養物質 可以美白肌膚 而且還有養心安神的作用 對一些經常失眠的人 就很有幫助的 我加了少許桃膠下去煲 桃膠是有 益氣活血止渴的功效 加一些藍杏 去核的紅棗 加些腰果下去煲 代替肉 這個湯就好喝得多了 通常都會加幾粒毛花果下去煲湯 最近我就出了條片 跟大家分享怎樣選擇 新鮮的毛花果 在留言當中很多朋友說 用新鮮的毛花果煲湯 好棒喔 今次我就用兩個新鮮毛花果 不用毛花果乾 新鮮的毛花果 在本草乾木曾經都說過 有字五字 尼煙頭 燒腫痛 解瘡毒 這些功效 好了馬上就煲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要處理桃膠 很簡單 用玻璃盤 有蓋子 放進去 用熱水 浸一浸 浸幾分鐘就可以了 封口 讓它軟化 浸一浸 蓮子 淮山 這些淮山 在店鋪購買有信心 硫磺少一點 所以不用浸太久 浸幾個字就可以了 這些腰果 有腰果 就代替了肉 湯就甜味好多了 紅棗 要去核 記得 千萬不要說 不去核 這樣不太好 有些朋友看不到我去核 上次留言說 為什麼紅棗不去核 當然是去核 買有去核的紅棗 放幾顆藍杏 浸一浸就可以了 好簡單 浸一浸 另外兩個無花果 現在我們也先浸一浸 用清水浸就可以了 冷水就可以了 這輪的無花果大造 不過經常吃的 吃到有點厭 吃完的水 我都不買了 OK了 等於有以明年試試吃了 好了 輪到 做回桃膠了 給大家看看 用水浸了就是這樣了 現在就放進去 先搖一搖 讓它浸一浸 OK 先浸一浸 浸兩三分鐘 我們就可以處理了 大約浸了幾分鐘了 我們可以放進去煲 上次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的無花果 都說了 這些頭會有麻痺 尤其是 是這些綠色 青色的 最好不好吃 現在煲湯 我們都剪掉了 尤其是青色 剪掉頭就可以了 剪深一點 OK了 另外這些其實沒問題 不過都很硬 都是剪掉了 浸了一陣乾淨 好了 就處理這些了 好了 搞定了 輪到桃膠了 清楚了 桃膠浸了 大約幾分鐘了 找水 大家看看 哇 這些綠色就已經出來了 看到嗎 不用浸一整晚 現在就已經沒有歌唱了 搖搖它 打開看看 OK 用一些凍水 手汁桃膠 手汁牛耳 OK了 沖一沖 逐粒逐粒選擇它 這樣選擇它 放過來這邊 這裏 你會看到的 其實就不用浸幾天了 但是它仍然有一點 黏住的 這些就用手刮一刮 慢慢撿一撿就可以了 OK 等我撿好再跟大家說吧 好了 選好了桃膠 OK了 這樣就容易選擇了 那要大約就下水了 我這個三星煲 水下兩星就行了 講講材料先 淮山 用30克就行了 桃膠用20克 20克的桃膠 腰果都是放30克 多一點也不要緊的 然後只20克 藍杏就放10克就夠了 桃花果放兩個或者三個 這些可以的 紅棗五粒 這樣就完成了 很簡單 大約是兩星水就可以了 基本上用凍水煲就可以了 沒有肉 但是湯是甜的 好了現在過來煲了 過來煲了 這些母肉湯 不用煲那麼久的 我們現在大火 煮起了 收回中火 煲去九個字 毛花果 我太太又問了 要不要切開去切爛去的 基本上不用的了 大火煮起 收回中細火 洗火 煲去九個字 就能喝的了 九個字之後 我們一起喝湯 已經煲了九個字了 打開看看 嘩 好香喔 原來沒有肉的味道 都有一陣金香味 好了 拿過來倒給大家看看 先拿過來喝湯 來啦來啦 淮山 這個鮮毛花果湯 先倒進湯裡 都不錯喔 顏色不錯喔 你看看 只有桃膠 淮山 鮮毛花果 紅棗 這些腰果 但是色水 都蠻漂亮喔 我煲兩公升水 連材料每人一碗 四個人每人一碗都OK喔 好 讓我把材料放進去 秋分都已經到了 即是秋天已經 去了一半了 現在的天氣真是 開始轉涼了 是養費的時間 大家有機會 煲一些 鮮的 無花果 淮山 桃膠 腰果湯 很清甜的 大家 記得煲了 多謝了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好 蒜要回去 好香的 你看多漂亮 千萬不要大火落蒜 一大火落蒜 就焦了 現在這樣 剛剛好 顏色 大家看不看到 完全不同的 你記住 這個是一個方法 以前都需要多 現在落蒜 都焦了 知道嗎 這個就是 蒜蓉炒 傳統出來